反擊東岸商場爭議中對市政府有所圖利的質疑 基隆市長謝國良接受媒體聯訪時強調 基隆城市轉運站花了7億3000萬元蓋好 權利金才收50萬元 變動權利金最後7年才有200萬元 才是圖利最清楚的案例 你講到圖利 我想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圖利的一個最清楚的案例 就是我們的成劇轉運站 花了7億3的公堂把它蓋好 它其實跟東岸一樣 都是在最精華的地段 也在我們兩個火車站 南站跟北站的中間 各位知道在攻擊我權利金的同時 花了7億3的成劇轉運站的權利金是多少嗎 它權利金是50萬一年 變動權利金一開始也是零 前兩年的權利金是零 到了後面7年 權利金也只有200萬 各位想想看 花了7億多蓋的一個最關鍵的地點的政府設施 號稱是火車站的東岸的成績轉運站 怎麼會是只有50萬的固定權利金 就算過了幾年以後最多也到200萬 那這樣不是圖利 什麼才叫圖利 所以在那邊計較媒體回歸金的總類金額年限 我真的是覺得如果要用這樣的方式比較的話 那我們的辦公室會整理清楚 前市府是如何在成績轉運站7億多的工程後 圖利廠商 這一點我們未來也會做得清楚 謝國亮市長意有所指的 基隆成績轉運站規劃及工程都是在前基隆市長 現任內政部長林佑昌任內推動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